自在疾异攻下的悟空与吉连的死战依旧继续 那恐怖的对抗指引的天崩地裂电闪雷鸣 随着战斗的火热悟空不由的拳头越来越快 但吉连依旧能稳稳接下 感受到能量快速消耗悟空终于狠镜爆发 这一拳已经是悟空现在能达到的迹象 可烟雾散去看到吉连竟完全将之接下 纵然无奈但吉异攻已无法维持 吉连手中汇聚能量旦旦宣布悟空的失败 然后直接爆发将悟空打飞 而就在这时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偷袭吉连 这个瞬间绝对是吉连破绽最大的时候 可希特依然没对他造成伤害 不甘地再次挥拳又被对方稳稳挡住 吉连双手一番希特身体强制旋转 而就在他要接着攻击时希特闪失发动来到身后 这就是悟空所承受的攻击马希特暗暗惊叹 可纵然对方再强他也不能退缩 因为迎是他的使命 突然他利用闪失在原地创造幻影 把真实身体遁入一空间展开偷袭 可变态的吉连竟直接回头 把他从一空间打出来 失败过后的希特继续快速闪失进攻 看着根本无用 大家都不明白为何这样浪费体力 终于希特再次被吉连狠狠轰飞 而他并不气馁 因为终于用身体记住了吉连的反应时间点 手中凝聚远程攻击直冲冲打出 这招吉连当然能防下 但他要的是接下来的一击必杀 再次闪失拳头终于成功打在了吉连身上 吉连身上从被击触瞬间往外扩散能量 这是希特的最强技能时间牢狱 被打中的人会直接被关进一空间 但吉连的实力实在太过强大 开始疯狂挣脱 希特只感觉体力在快速流失 于是从来独自战斗的 他开始寻求同伴们的帮忙 决定他来控制住吉连 让队友们赶紧将其他宇宙的战士解决掉 但他想的实在太简单 吉连眼睛一闪挣脱的能量再次加大 纵然他继续用力控制 但眼看就撑不住 不得已他只好使出舍身技能搏一搏 凝出最强一击对吉连攻去 可一阵暴力的闪光后 吉连竟然用眼神将攻击挡住 挣脱的手慢慢抬起一把握住攻击能量 无计可视的希特像疯了般乱打 这不用说都已无用 吉连眼神在闪无数拳风对着他快速打击 只把他从擂台的一边打到另一边 接着吉连再次瞬移而来一发光波把他打飞 随着一声剧烈爆炸杀手希特正式落败 此时比赛虽然还在继续 但无敌存在的吉连另个宇宙选手都没了赢的念想 此时重伤的悟空正在被弗力萨用光波指着 他毫不留情地将光波打出悟空一声惨叫 可光芒过后他的身体竟然恢复了能量 我和我的木有少认为了 我和我的木有少认为了 我和这个川零不利 谢谢